所以刚刚主要就是做了一个版本控制 复制贴上这个J-Option Pen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再改了这个 主要是Import这个东西 第二个的话就是它里面细节 假如说你对J-Option Pen这个类别不太清楚的话 一样嘛有不要放这里 里面有相关的叙述啦 虽然说它写的不是那么通顺 不过大体上大概都知道 它里面有这么多说明 不过说真的啦 这个要把它全部看完蛮累人的 所以我大概都是扫描一下 大概知道我要用的东西 没有人那么多有时间 那以后你们遇到的问题 其实Java工程师 他们也除了Java本身的类别之外 他有的可能会有sepati的 就是网路上啊 国外啊或者可能去买啊 或者可能是去抓人家已经写好的东西 那当然他们也会固定 就会有一些API 就是都会遵循这个标准 然后你只要看懂 你就会用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知道Java怎么 Java内部的这一些类别 可能有时候还不太够 那怎么知道怎么使用呢 就是也许游标放上面 它会有一个说明 那如果要知道更多右下 在左下角这边有一个 跳出 它会弹出另外一个 一样这个类别 那里面呢 它基本上会有需要知道的 就是它的成员 它的相关的说明在这里 然后底下的话 这个刚刚说明了这么多一堆 然后另外的话 它有一些栏位 其实这个应该就是 翻译我觉得比较好 应该属性会比较好 它的属性 然后它的方法 这么多属性 然后它的方法 方法在这里 另外呢 它有一个建构值 不过现在我们还没讲到建构值 刚刚有同学问建构值的问题 那也会有建构值 建构值主要的目的是 可以让那个类别 你可以传递一些参数给它 传递参数用的 那这个因为后面可能还会 这后面应该还会再讲到 所以先跟各位稍微说 那方法里面的话 其中我们刚刚用的就是 像秀开头的 所以这里面都有 秀什么 Input Dialog 那秀Input Dialog 有三种 你会发现最简单的就是 跳出一个讯息 最简单 那里面的话 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比如它的Message Type等等的 那有兴趣的话 你自己再去修改 有好多种 那我们再来就是说 因为输出是输出到Console 可是你想说老师 那好像不能只有做一半 我们可不可以做全部的 所谓全部是什么呢 就是做完之后 全部就是 类似像这样子 也许你按 输入一个8好了 按确定 本来应该跑到这边来了 那我可不可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就跳一个Message 就直接把最后的面积显示在这边 那这样子全部都视窗了 就跟Console无关了 甚至你将来可以把它打包成一个JAR档 丢给人家 人家也可以直接 比如它算什么东西 Key上去答案就出来了 类似有这样的互动性 那我怎么加这个东西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把底下的这个System Out 可以把它先注解掉 Ctrl加一个斜线 然后做什么呢 也许你就是在上面 或者在下面一行 增加 因为在J Option Pen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Show Dialog的一个方法 所以点下去 Show Show Show什么呢 它有很多 Confirm 跟你确定是或否 yes或no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也不是input 而是一个什么呢 Message 但是Message有三种 你就选那个最简单的那个好了 至于后面两种 有兴趣的自己再去摸索一下 点它两下 那它会问你说 你的Parent Component是什么 就你附成什么 没有 我没有附成 所以no OK 直接给no 那Message给什么呢 先给两个双引号好了 那这个双引号里面的东西 其实就这个东西了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原来输出 print出去的东西 把它贴到这里来 就完成了 OK 所以应该够简单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做到是视窗的一个设计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点下去的 一样就是跑一下没有问题 就enter 就出来了 OK 那其实像那个icon也可以改 如果你不喜欢惊叹 那你可以看一下里面icon可以改 还有它的那个什么Message 这个title也可以改的 只是说细节请自己再去try 因为这个东西踹不完的 而且很花时间 你要把每一个类别里面的所有的方法都要了解 其实你只要 我们是主要是要教你的是用的方法 而不是说我每个每个都要踹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 说真的你可以慢慢玩 而且可以变化出很多东西出来 答案都在官方 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不需要用到什么 其实用官方的那个说明文件 其实就够用了 那最后当然你需要输出给 假设你今天做了这个东西 那可是问题 你不要在Eclipse里面run 你希望丢给人家 假设你没有给人家 人家打开之后 他就可以不需要 在Eclipse的环境里面可以run 那以前如果叫 在Windows里面是.exe 对不对 可是在Java它不一样 因为它背后有一个Java Machine 就是VM JVM Virtual Machine 那实际上因为我们装了Java的环境 它就会有一个Virtual Machine 当我们的底层 所以我只需要一个JAR档就可以了 那这个JAR档怎么输出 其实很简单 这个类别 按右键之后 你可以看到有个叫Export Export就是输出 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个 特别就是你在你类别上方 按一下滑鼠右键 然后会有一个Export 输出嘛 OK 那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你就找一下 Java 有没有看到 那Java里面呢 有一个叫什么 Roundable Java File Roundable应该知道了 OK 就是可以执行的吧 对不对 对一个JAR的File OK 那我们就直接选它就好了 这个 所以你只要找到 然后NAS 然后他问你说 你要Export到哪里啊 然后我Export到 我的桌面上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也许你给他一个什么 反正我给他一个名称好了 反正就是 H 比如说就是跟我们那个专案一样 Cons OK 好 那这个名称 他会帮我存成什么 一个JAR档 然后放在桌面上 按一个储存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要不要 再来的话 这个 这边不用改 上面这边改一下 那他会问你说 那你要输出的是哪一个类别 那我们应该是这个 就要先配这个 这个类别的 他有相关的设定 我们就用这个的类别的相关设定 然后输出到桌面上 会有个JAR档 对不对 按一个Finish OK 这个时候他跟你讲说 他已经Finish了 按OK 这个时候 假如你的环境是Ready的话 没有问题 你会发现桌面上会有个JAR档 对不对 那你直接把它点两下 你会发现 请输入数字 9 Enter 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档 丢给 没有Eclipse的环境 它也可以Run了 你可以跟它分开了 所以JAR档也可以应用 所以不是说JAR档不能 所以很多同学问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KanPython EAXE 因为他们观念跟Windows 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 打包成一个JAR档 那只要那台电脑有装JAR档 其实基本上都有 可以Run就可以执行 我想各位试试看 以后所有JAR的东西写完之后 可以输出了 OK 试试看好了 那我把那个重点再讲一下 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 第一个改这个 因为你不能一半 因为如果你只有这个 这个不是的话 你这样还输 奇怪输出了 但是没有结果跳出来 它可能会跳Council 它可能会跳它里面的那个DOS 帮你跳出来 那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按右键 Export 这边Roundable 这个 记得就是改了 这个 跟输出的 按Finish 它就输出了 OK 画面先还给给我一下 试一下 那它就帮你打包了 所以以后 你只要写 写那个 写一个Java 你要做四川环境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你只要 当然在那个Java里面 要做四川环境 可以做得非常复杂 那主要 你要想要知道更多 你可以去了解 那个Swing那个套件 Swing那个套件里面 还有很多做四川的 那只是说 你会发现 你要查Swing这个套件 Google一下 网路其实很少人用 不是不能用 是因为可能 我觉得啦 因为Windows已经太普遍了 就是那个 微软的Visual Studio 这个开发环境 太普遍了 所以你说 在人家的地盘上 你要去做四川设计 感觉好像有点 就是 那所以 这个虽然用的比较少 不过不代表说 不能用 而且我觉得用起来 也没什么问题 那所以你要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 输入输出的一些控制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不错的方式 那我等一下 也会把那个 程式 把这两行一样 在云端上 我其实只是改而已 我会把它再贴到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那基本上就是 我会有增加一个 那个J-Option Pen的那个 类别的那个云端上面的叙述 所以你只要把这部分拿来参考 我想应该就可以了 可以试试看 那我把这个颜色也稍微并更一下 我只要在这一边 我再来参考 那我把这个颜色也没有 我只要不太 那我把这个颜色也有 看起来